這個內角球直接打到了梁家榮 而且看起來應該是有目的的 所以這個時候兩邊的板凳也都清空了 雙方的選手跟教練都來到了場上 樂天桃園統一師在六局上半 樂天一出局後 統一先發投手胡志偉第一球內角球 直接打中梁家榮腰部附近 梁家榮直接將球棒目甩在地 雙方一觸即發 板凳牛棚傾潮而出在本壘互相推擠腳修 統一球員胡志偉故意出身球 立即驅逐出場 裁判檢視重播畫面宣布胡志偉驅逐出場 樂天桃園對戰統一師 有關上半地灌之的天王山二連戰 雙方衝突連環爆 結果這個內角球是砸到了梁家榮 真的又K了一次 這時候桃園這邊是有選手衝上來 而且去撞到了劉宇辰 沒想到統一師在七局上半 換第三任投手劉宇辰 對梁家榮第二身競爭球再度失控 直接打在梁家榮大腿 兩隊板凳再次清空 因為又是梁家榮被K到 所以這是很敏感的 對 因為我們台灣的選手 很少發生這種肢體的衝撞 雙方第二度衝突更加激烈 最後劉宇辰 蔡震宇及柯瑞 都遭到驅逐出場 不知場內火爆 統一師台南竹場外 一度引發民眾衝突 現場遠景架起巨馬 天晚上之旦打出火氣 原隊營修後最快10號 可在自家拋下酒紅色彩帶 TVBS新聞 王行堂 曹昭仁 台南台北採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